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終始觀眾跟粉絲炮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昨天晚上 美國軍機再度降落松山機場 那五位美國參眾議員訪台 當然是強化美台關係 跟國防安全 同時也推動美台的經貿倡議 最受人矚目的是 1979年曾經推動 台灣關係法的馬基 以及左下加勒曼蒂 他事實上是眾院的 軍事外交委員會備戰主席 這一回合 五位議員的國會外交 一方面當然也證明了 中國的飛彈跟軍演事實上擋不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 胡錫進再度生氣氣 中國又要生氣氣 而同一時間這個週末 經濟學人的封面故事 直接聚焦重點在台灣 特別是他說 新品可能攻台 要如何防止美中 因為台灣而爆發軍事熱戰 這恐怕是未來兩年 美中的外交關係當中最重要的戰 這個是繼2021年4月份 經濟學人直接說 台灣是地表上最危險的區域之後 另外一個封面故事 但是華爾街日報還有一個獨家 這個獨家是專欄記者魏玲玲說 這一個專欄記者魏玲玲 常常是中南海放話的媒體御用記者 他說習近平當時跟拜登通話的時候 他有告訴拜登 現在仍然不適合爆發戰爭 不宜爆發戰爭 而白宮也證實 拜習兩人可能11月份在居團體會會面 然而我們的中科院 現在也要加快量產增產 這個年產飛彈要直衝500枚 同時瞎立眼仿中 引來各界的批評 而到處103天要選舉 桃園換將之後全台政治大亂戰 現在戰到論文大亂戰 而這背後會帶來什麼變化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不好是 梁文傑議員 再來是陳志祥老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是陳敏鳳 大家好 再來是文傑 大家好 再來是黃世聰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下 大家好 我剛講昨天晚上松山機場再度降落美國軍機 軍機裡頭有五個主角核心人物 這五個美國眾院參院的議員 主要的核心仍然是國防外交相關的議員 特別是中國軍演之後 昨天晚上來一團 葛萊儀證實月底之前還會來一團 來台灣的團是一團比一團更直接 而美台的國會外交 顯然也可能全面的常態化 但是國際間觀察的是 中國軍事方面會怎麼反應 好 創下剛剛看到 這個國際間高度關注 台北關係在經貿跟國防的強化 當然可能引來中國的反彈 但是昨天晚上追團 這個五個資深的參眾議員 各有特別的身份 現在共機和共艦 持續的騷擾跨越台海中線 想要把台海中線給虛無的做成常態化 而美國也告訴你說 美國國會議員訪問台灣也會常態化 所以昨天的時候 松山機場又來了馬基 就是亞太小組的主席 帶來五位參眾議員 搭著的就是上市12天前 裴洛基搭的同一班行政專機 而且這一次從橫田機場起飛之後 他連應答器都不關了 直接告訴你 我就跨越東海而來 直接就來到台灣 來到台灣之後呢 葛萊毅還說在月底之前呢 還有一團也會再來台灣 所以你看現在台灣要接待美國國會議員 恐怕在現在都會是一個外交部非常忙碌的工作 在這裡面呢 馬基還裡面的一個加勒曼蒂 在這一團裡面是最引人注目的 馬基呢 他現在是亞太小組的主席嘛 但是他在1979年就是台美斷交的時候呢 當時他是眾議員 他在眾議員的時候就協助去推那個通過 通過台灣關係法 所以他是長期的支持台灣的 而且最重要是說他進到參議員之後 就參加亞太小組 當他亞太小組當任主席的時候呢 他就推動了一個叫做台灣安心法案 台灣安心法案裡面有一點呢 很重要就是要推動美國國民兵跟台灣方面 建立戰略合作關係 所以跟我們的國民兵跟我們的後備軍呢 現在也是我們台灣非常關切的一件事情 非常有關 而在裡面呢 就是在那個最左下角 那個加勒曼蒂 他是眾議員 可是他是美國眾議員軍事委員會 戰備小組委員會的主席 而他的負責是什麼 負責監管監督美國一千一百個軍事設施和基地 由他來管理 所以他們這兩個看起來 他也是對於這種軍事設施 軍備的準備都很有關係 所以這一團是不是跟台灣是軍售 而且是一個新階段的監售 新形態的軍售 還是國民兵跟台灣的後備軍人的合作 恐怕都是一個這次形成重要的一個關鍵 好就中間這個馬跡 1979年台灣關係法 他事實上是推動的主要的重要資深議員 成員一個 同時他也是亞太小組 就是說這個眾院的外交事務的亞太小組的主席 然後左下這一個是軍事的這一個 戰備小組的主席 所以這兩個人的形成跟角色特別的敏感 所以總統府今天早上事實上 沒有公開對外畫面 是的就因為你看他們處理的 就是軍售軍備 而且是跟國民兵後備軍人非常有關係 所以是不是針對的現在美國希望我們後備軍 我們也知道我們的後備軍人的一個操演和訓練方面 已經跟夏威夷的國民兵有所合作了 然後事實上包含的是美國現在也在講說 台灣不只只有戰略型的威懾武器 從烏克蘭裡面單兵作戰 到後備軍人的訓練 是不是都有關係 可能都有 但是因為這個牽涉到就是軍事上的實質的戰術作為了 所以也非常的保密 而在這保密的期間 共機還是繼續騷擾我們 所以蕭美琴利用在雙向元 雙向元的時候 一個台灣的藝術的這樣一個特展裡面 特別向全世界在華湖裡面向全世界喊話 台灣不是麻煩製造者 呼籲中國應該要和平的進行一個新的對話 他在選雙向元這裡面其實有很特殊的意義 第一個雙向元就是過去的台灣大使館 第二個是台灣的文化藝術 這裡面也告訴我們台灣跟中國文化藝術是自有一格 所以他也做了這樣一個表態 而同時美國也表態了 坎佩爾出來說 美國沒有因為你的共機和飛彈被嚇到了 雷根號將會持續在台灣附近的周邊海域 目前是在我們東邊夏威夷海納附近 離台灣大概700公里左右 而且另外一個狀況是重新啟動 很快的會公布台美貿易談判的路線圖 因為中國不是每次都有那些貿易去封鎖去什麼 所以他也丟出這個 而在此時華爾街日報又講了 這很特殊的是什麼 原來在裴若西來台灣之前 不是拜登跟習近平第五次的通話嗎 這通話裡面其實習近平雖然示警說 裴若西反台會面臨後果 現在不宜爆發危機 雙方都必須要維護和平及安全 裡面講出來的話 大家就可以理解說 當然這裡面有一些東西是在釋放 其實習近平沒那麼硬 但是裡面也講難怪拜登也講說 還有白宮當時的時候都說 這會是有風險 不會是危機 看起來雙方是得到了某種的認知 可是後面也有一個狀況是說 裴若西還是來了 共機的發射飛彈 還有這種狀況之後 美國的態度抗中保台是越來越硬 所以習近平也感到沮喪 習近平的沮喪在於說 他認為他做了好幾個月的外交上的努力 根本好像沒有達到他的一個效果 所以會不會走向更丈人 你看王毅最近越來越失控 所以大家也非常擔心台海的情勢 而這擔心到什麼程度呢 去年4月的時候 經濟學人就特別說 台灣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地區 8月份新的這一期的經濟學人 他的封面就是中共的飛行員 目標就是台灣 習近平可能會攻台 所以他寫了一個專文就是 如何防止中美為台灣而開戰 裡面會特別建議 美國應該立即派軍艦穿越台海中線 而且美國應該自力打造台灣的四位戰術 而就是像烏克蘭那些單兵使用 在保衛的一個戰術上戰場上的武器 而不是像過去一樣 只是非常昂貴的大規模的戰略威懾武器 好那我請教明傑 昨天晚上降落松山機場的 這一個五位美國參眾議員的訪問團 很大的主角跟角色 恐怕跟這一回合的中國軍演 乃至於未來的美台軍售有關 是的我們看到美國開始出手了 因為這一個針對中國對台軍演 他的目的主要第一個恫嚇台灣 第二個當然是阻止美日來援台 不管軍事或外交上面的管道 接連12天的一個軍演下來 我們觀察我個人統計 至少目前來講累計 跨越台海中線已經有將近200架次的戰機 總數出動大概有400架次 那海上當然有10餘艘的艦艇 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 不過這個軍演 這個東部戰區在8月10號 已經宣布結束之後 我們看到他的基艦還持續 在這個破壞台海中線 那中間我們看到 其實到昨天8月14號來講 整個軍演 當然這個基艦騷擾的規模 是已經逐漸遞減 因為我們來對比 如果今天8月5號最高峰的時候 當天有高達68架戰機 在台海周邊活動 中間有30架跨越台海中線 但是到8月14號 已經降低到有出動22架戰機 中間只有11架跨越台海中線 那海上的艦艇 也從原本13到14艘 減少到昨天只剩下6艘 換句話說 其實這次的軍演 他在8月10號正式宣布結束之後 後續他的一個基艦在台海活動 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封控台海 阻止後續 可能美國軍艦或軍機通過台海 另外一個當然是阻止 這一個外交上 美國再有像是這種 所謂的重量級的人物訪問台灣 但是你看到搞了12天如此大規模 花了多少的軍費 這樣的一個軍演的情況下 第一個還是封不住台海 第二個就是阻止不了美國的議員 這個來訪問台灣 所以你看到這一次 五位由這個參眾兩院 這個小組 各種小組外交或軍事小組 組成的這個訪問團 中間剛剛除了談到 有這個參議院的 這個外委會的主席之外 另外受到外界矚目的 還有一位叫加拉滿地 這一位是屬於眾議院的軍委會 戰備小組的主席 那他基本上這次來台 非常關鍵的就是非常有可能 他過去在國會也是主導審查 對台軍售的一個重要成員 等於說這一次來台非常有可能 因為目前的台海情勢升溫 來跟台灣交流相關的對台軍售 台灣的是不是有相關的需求 而且目前來講基本上 美方也在加速 在重整整個對台軍售審查的程序 因為過去來講 有時候軍售要耗費 長達一到兩年的時間 所以可能緩不及及 那現在雙方台美 藉由這樣的管道溝通 我覺得對於台美的軍事合作 絕對有非常大的注意 同時也是在向北京展現 這個華府絕對不會因為 中國對台軍也動恪而退縮 那當然軍事上 我們看到這個白宮前幾天 也宣布說即將會有 這一個機艦穿越台海 這也有益於過去 因為我們過去看到他每個月 一個等於慣例性的一個 軍艦穿越台海 通常都是穿越之後才宣布 這一次非常早就已經提早宣布 甚至預告未來數週 會有類似的行動 這如同等於說 這一個讓解放軍如坐針災 因為你不知道 也無法預測美國軍艦 會有什麼時候 什麼時機 用什麼樣的艦型 來穿越台海 特別是雷根哈姆打擊群 目前還在台灣的東面附近海域 在這裡進行機動跟警戒 隨時都有可能 不管是他護衛艦 或核攻擊潛艦穿越台海多好 這樣的一個動作 就可以等於說 形同讓他連續十二天下來 出動如此大規模的兵力 企圖要封控台海 瞬間就破功 只要一艘軍艦 就有重要的一個 穿越台海的一個象徵性的意義 那當然這整個過程中 南華早報也從一路 從先前十二天前 培洛西訪台的過程中 這一個引用了解放軍內部 這個不具名的人士透露的訊息說 這個解放軍這一次跟美方 確實是有意要大打電子戰 因為從整個 培洛西的一個訪問的行程中 那他的飛航的路線 那等於說解放軍全程在進行追蹤 甚至出動的包含像殲-16D電戰機 或動物武的這種大型驅逐艦 上面都在緊盯培洛西的專機 但是後來發現 並沒有辦法有效掌握他專機的行蹤 換句話說 這解放軍內部也坦承 這一次在美軍也出動大批的這些 所謂電戰裝備 甚至進行電戰干擾的情況之下 雙方在這一個電子戰上面 其實已經有所勝負 也坦言說電子戰部分恐怕還不急於美軍 特別是我們看到 在這個飛彈射擊那幾天 美軍出動大批的RCE-35S RCE-35V或者E-3G中預警機等等 在對這個解放軍的導彈 進行相關的情報徵收 那台灣自己的長城預警雷達 也有非常準確的一個掌握 這個部分當然表示這一場軍演 其實對台動含不成 反而非常多解放軍的武器性能 其實都被台美日給看光光 另外補充一點 其實我們後來觀察 在8月4號這一天的導彈射擊 中間第二波 我個人推測有一枚飛彈失效 並沒有發射 換句話說 在這一場導彈軍演過程中 可能有解放軍的導彈試射 是失敗或出發的狀況 這一點其實 從他時間對比上面來看 第二波在日本時間下午14點14分的時候 只有打出一枚 而不是其他另外四波共都有兩枚騎射 那非常有可能在福建的火箭軍部隊 朝向基隆外海打擊 而這一枚導彈是失效的 所以為什麼胡錫進 這一次已經不敢狂言 講說如同上次要對佩洛西的專機 不管是護航伴隨進逼 甚至揚言要擊落也好 這一次只有淡淡的說 美中的博弈他打他的 我打我的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昨天晚上又有一架美國軍機 降落松山機場 這一個五人的參眾意願的訪問團 主要的核心焦點 當然是在軍事跟外交上面 然而同一時間 中國的飛彈軍演斷不了美台國會外交 確實引發外界觀察 中國這回合生氣氣會有什麼反應 另外一個是 美國內部的軍事戰略 確實也判斷台海的軍事熱戰風險 事實上是逐年低高 而且這一個升溫的過程當中 究竟台灣如何捍衛自己 這裡頭也有不同的觀察 照華爾街日報這個週末最新的專題分析 能然回到台灣要固守 這一個超級的豪租戰略 明顯剛剛看到的是 華爾街日報這個週末的專題報導 主要的核心內容 能然是認為台灣要強化 國防安全軍事上面的豪租戰略 才有可能拉高抗中保台的 這一個真正的門檻 對 確實這個華爾街日報 這個專題的報導內容 其實主要是這一個借鏡 等於俄烏戰爭中 烏克蘭如何進行有效的防衛 那台灣是不是也能夠 用同樣的方式 這一個用不對稱的方式 來抵禦這個中國的入侵 那中間其實非常明確 大概談到四個關鍵的武器 那當然包含像在烏克蘭戰場上面 鮮成這一個擊毀非常多戰車的標槍飛彈 還有這一個短程的刺針飛彈 還有包含像海馬式多關火箭 還有最後當然也提到 所謂的無人機 在烏克蘭戰場上面表現亮眼 那這四樣武器 其實台灣目前來講 標槍跟刺針 過去已經陸續跟美方採購 非常多的數量 那後續當然也在爭購之中 那另外海馬式多關火箭 先前也這一個川普政府同意受台 那目前也等待 準備要這一個交付給台灣 那同時 其實這個台灣 獲得的海馬式多關火箭 是屬於ATSMS 這屬於300公里射程的戰術導彈 射程都要比烏克蘭獲得的 只能用所謂的GMLS 就算是射程只有80公里的 精準導引火箭彈來講 射程要更遠 那也精準度更高 那當然我們從烏克蘭戰場上面看到 烏國軍方不斷的向美方提出要求 希望能夠增援更多的海馬式多關火箭 也表示說他有非常強大的戰力 也對烏克蘭的防禦有非常有效 那甚至提出一排一百套的需求 那等於說這個部分確實是可以值得台灣 來借鏡 那同時最後還有包含像無人機 無人機當然一開始 像TB2的脫威其製無人機 在真打一體上面 發揮非常多的一個戰力 不過我們看到台灣在無人機的發展上面 稍微步伐比較慢 現在當然蔡政府也全面在整合 民間的無人機的一個能量 希望能夠加速開發台灣無人機的一個 數量跟性能 那當然這四樣武器 確實是在烏克蘭戰場上面一個 扮演相當多有效防禦的角色 不過我們接著觀察也必須要強調說 因為烏克蘭軍方後來也接續跟美方提出 譬如說希望獲得F-156 或F-16這些所謂的傳統戰力的戰機 甚至還有譬如說 跟歐洲國家提出坦克的需求 甚至有更多的大量的反艦飛彈這些等等 這些當然也都表示說 在這樣的一個攻防之下 防衛方他需要的這一個火力 或者是載台其實還是非常重要 那也不能完全只有 不對稱作戰能力的維持 特別是台灣跟烏克蘭 還是有非常多戰場上面的一個差異性 包含像台灣是被這一個 海峽整個環繞 那要開始打地面戰 這些不對稱戰力的武器才能開始發揮 但是目前來講 要如何去應對這一個中國的基建 步步對台的這一個海空去禁逼 這個部分恐怕還是要維持 一定程度的一個海空傳統戰力 好那是從剛剛講到的是 中國這一回合的軍演 不但使得美中關係更加的緊繃 而且呢 西太平洋周邊的國家 從日本到台灣到印度到澳洲 事實上現在也都拉高軍事戒備 但是呢 全球的大型財經媒體現在都判斷 台海事實上 地緣政治的風險 真的有可能變成軍事熱戰 沒錯 事實上在上次裴洛西來台灣的時候 中國的軍演之後呢 你看今天下午的時候 中國又宣布要新的軍演了 他又說因為這個 美國的這五位參眾議員來的時候 他又要準備要在台灣周邊 海空域要進行實戰的演練 所以你看事實上 他未來每一次可能美國參眾議員來的時候 他就要這樣來一次 那葛萊伊說月底還要來一團 那是他準備一路演到下個月嗎 所以他可能就一直不斷的食兵操練 一直不斷的食兵操練 用這樣來加重台灣的負擔 給台灣非常大的心理壓力 那這個當然也會讓全世界 對台灣的問題會更加重視 剛才林官提到就是說 經濟學人有一個新的專文 這新的專文叫做 如何防止美中為了台灣而開戰 他裡面講到說 其實目前中國當然是非常的不安 他想要併吞台灣 那特別是說 他其實在這個文章裡面指稱說 中國才是破壞現狀的最大的責任 尤其他提到說 習近平的民族主義的政府 他希望說在2049年 實現所謂的民族復興 所以華府都認為 未來十年是中國可能會攻打 攻打台灣的一個最重要的時間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美國到底或盟邦要怎麼樣來幫助台灣呢 他的說法是說 現在要開始重建起危機前的常態 譬如說恢復在台灣周邊領域的活動 包括說像軍艦或是飛機 通過台灣海峽 還有再通過中國號稱是他們內海領域的所謂的國際海域 同時之間擴大跟盟國之間的軍事行動 然後讓盟國參與對台的應變的措施的計畫等等 另外當然有很多的法案目前在進行之中 包括說像台灣政策法案 在美國國會裡面的 美國要提供給台灣更多的武器 譬如說把台灣建設成一個所謂的小刺蝟島 特別是他文章提到說 其實從這一次的烏克蘭戰役中間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即使看起來的話 我們暫且都說烏克蘭跟俄羅斯是一面倒 俄羅斯很快修理烏克蘭 但是看起來並不是這樣 那同時之間對俄羅斯已經造成一個拖累的效果 只要台灣讓中國有覺得說打下來很難的時候 習近平大概就不會妄為的這個狀況 好那除了不要讓習近平妄為 除了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之外 我們現在也要提升相關的國防工業的建設 特別是我們講到說 包括說像F-16V在台灣要改裝 包括說我們的駝漿艦等等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飛彈 事實上在不對稱作戰裡面 飛彈是非常重要的 那目前為止 中科願意準備要提升我們相關飛彈的產量 譬如說像箭二 箭二的防空飛彈 從原本的40顆要增加到150顆 那天弓三的話是防空飛彈 從現在的48顆增加到96顆 那熊三的反艦飛彈從20增加到70顆 那熊二跟熊生 熊生是所謂的這個巡弋飛彈 那這一塊的話從81顆增加到131顆 所以我們年產等於是跳增 跳增到500枚 那這個當然對 如果真的能夠不斷的生產來說的話 我覺得對中國的 不論是說飛機啦 或是說中國的炮彈要打過來 甚至是對他們的這個船艦 都會造成非常大的威脅 那搭配美國要賣給我們的 包括說多管火箭炮 海馬式 還有陸軍的這個戰術飛彈系統 還有暗自魚沙飛彈等等 台灣可以戰 可以變成是一個這個所謂刺卫島 當然會讓中國感到壓力非常大 那當然我們講到說 美國對台灣的支持 現在大家比較關心的就是雷根號 因為雷根號來說的話 之前中國就說 你看雷根號被我們軍演 嚇到倒退幾百公里 但現在雷根號又難下 現在大家都說有幾個可能性 他會不會在 接下來會支持美軍的政府 會不會穿越過台灣海峽 甚至是說怎樣的狀況來說的話 事實上美國跟台灣都 美國跟中國都非常在意這些事情 好 我請教文傑議員 事實上裴洛西訪台之後 引發了中國的軍演 那很快的昨天晚上這一團 這個是五人的訪問團 主要的角色焦點 可能跟亞太事務的外交跟軍事 還有這一個軍售相關 然後葛萊怡今天直接說月底 還有一團 可是事實上美國國會這幫議員 他們11月份也要選舉 他們距離選舉投票日不到100天 可是現在感覺上打台灣牌 跟打反中牌變成一個潮流 現在在美國的參眾兩院 反正是只要搶到台灣問題 大家就是拼命 拼命表演 對 就是說 表演有版面 有話題 沒有錯 你要 這個對台灣比較好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提出一個對台灣更好的法案 你要對這個中共比較強硬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提出一個對中共更強硬的法案 所以他這個就已經在參眾兩院就變成一個潮流了 所以我相信這個這樣的訪問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平常 未來就是說今年11月選完之後 然後可能有新的一屆 新的一屆可能又來台灣 又來台灣 又不斷的這樣子 那所以這樣的老共他就必須要去想說 那這樣我是不是每一次我都要這樣搞一次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我現在每天我幾乎都會追蹤胡錫進的微博 那我看到他這篇微博的講的文章 這個文字是很清楚 他就是說 我們要重視對這些情況的跟蹤觀察 評估他們的破壞性 但同時我們不能被他們牽制 要做到不為他們的具體挑釁表演所亂 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胡錫進現在已經開始勸大家說 大家這個要冷靜 這個反正以後 類似這樣的事情 我們也不能夠說 這個在 他們來一團 我們就要軍演 就演一次 射飛彈你要錢的 射飛彈很貴 一年到頭天天射的話很花錢 是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其實 你從胡錫進這種表現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他們也知道說 這個現在是慢慢應該冷的 那我覺得他現在 他這個這一次的 這一次的軍演的 軍演的目的 我覺得主要還是為了給國內看 讓大家覺得說 中國共產黨是有決心 有意志 有能力 捍衛這個中華民族的統一的 但是這樣的表演之後呢 我覺得表演完了大概也就是這樣 就是會告一段落 但是接下來的話就是說 雙方還是一個意志力的較勁 我覺得對美國人來講的話就是 他現在看到你中國有可能一旦在戰爭的時候 你可能會做出什麼事情 那現在他就要必須要去做出應對 而且他現在已經 這個現在的有一點均衡已經被改變 就是說過去以過去的兩年他都是從這個西南戰區 西南這個防空識別區在在擾台 但現在變成是這個越過海峽中線已經變成是一個常態 那這個時候台灣跟美國他就我們就必須要去想說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 這個態勢把它回復到過去的狀況 所以可能是這個 這個美國航空母艦要通過啦 或是我們自己國軍的這個交戰準則到底要怎麼樣重新重新的界定 我覺得這個都是現在耽誤自己要做的 但是我相信說未來類似的這樣的什麼美國參訪團 我覺得會多到讓大家覺得 應接不暇 應接不暇啦 外交部可能要一團結團的接待 沒有錯那外交部的人員很忙這樣子 然後立法院這些立委也很忙 因為他們來我們就要有一堆人 相應的類似的這樣去 那民進黨選票會不會吃到大補丸 我覺得民進黨不會 然後夏立妍又去中國 我們不會去看這個問題啦 但是夏立妍去中國顯然就是 這是國民黨自己送分題 那我相信也不是夏立妍自己的事啦 因為老共邀請的不會是副主席 他一定是邀請你這個中文國民黨 然後你中文國民黨派誰 所以這個還是朱立倫要負責 我覺得對朱立倫來說這一次真的是 這個整個主席的權威 確實是算是蕩然無存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距離年底的選舉 剩下103天 這一次民黨桃園換這樣之後 民放首先第一個是換了這樣可不可以止血 再來是網路上論文大亂戰 各式各樣的戰法都有 蔡壁如的論文也抓出來檢驗 許淑華的也檢驗 然後林志堅甚至還有人爆料說 他的論文沒有抄襲問題有代寫問題 所以整個國內的選舉跨變成論文大戰 我覺得今年這個論文不曉得為什麼成為選戰的議題之一 那當然林志堅退選之後 林志堅的論文就已經不是會是焦點了 可是各樣各式的論文的檢驗呢 這比賽就開始了 像這個蔡壁如的論文就公開被簡書培點上 他去抄這個什麼他的臉書啊什麼之類的 那另外民進黨也開始猛攻這個國民黨的論文 許淑華的一個一篇論文 那最新的就是這個南投議長 一個叫何順豐的議長 他呢他是他103年選的時候呢 是國小畢業 然後隔了兩年之後呢 他就已經變成亞洲大學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論文的碩士 喔 跳急跳這麼快 對 然後就是根據這個林志堅打呢 他說他的論文的題目叫做 分析台灣思覺失調症和局循環什麼關係性的探討之類的 喔 然後這個不巧 很專業 對 好專業 然後不巧的是 他這篇論文跟他的秘書還有司機一個叫羅威騰的人呢 是完全相似度很高 喔 他的論文跟他司機的論文相似度很高 對 這個司機是秘書兼司機 然後這兩邊認為這相似度很高 所以現在又開始 就開始在笑著說 這現在好 亞洲大學 到底要不要再處理 然後這個 蔡屁如是明德大學嘛 然後這個許淑華是 彭甲 彭甲大學嘛 那看這些都是 我看這些都漁波蕩漾 那到底會不會是 楊向鳳 根據我對於高等教育的理解 剛剛點明那三個最後學位被撤銷的機率 我猜都蠻高的 對 就是這個事情還是回到我一個多月以來的主軸嘛 你抄襲沒被抓的時候 老師過關 學位發出去也就出去了 可是你被檢驗的時候 通常是不大妙嘛 對啊 通常都會砍掉的啊 好 那我現在跟你沙盤推演 這三個如果學位都被撤銷 可能發生什麼事 要退選還是說 我不知道 比方說小學學歷應該也是可以選議員跟議長嘛 那可以啊 可以啊 所以他搞不好還是選到底嘛 他是選到底啊 他103年以前都是用國小學歷來選的啊 所以說你這個學歷都沒有關係 那可是他先前的學歷就有造假的這個選議啊 那就快要不要法辦嘛 沒有 你要先經過亞洲大學判定 他的學歷是造假 我覺得這三個判定的結果 照真正的學術倫理應該都不妙了 對啊 那現在看起來各個大學都很忙嘛 陸陸續續民進黨要進行大反攻 那恐怕就是什麼 上次也傳出桃園的議長什麼 邱毅正也是有什麼之類的 那個是那個不知道誰講 然後現在林志堅也還沒完 說林志堅不只是抄襲余正皇了 還不是自己寫的 然後現在就是這個余波當下就一直還在那個 但是我覺得這個論文要檢舉的話 我覺得民進黨應該會去檢舉啦 檢舉之後才會有確實的這個效果 還有這個處理的過程嘛 但是問題是我覺得這邊這些人啊 對於選舉的影響都不會像林志堅這麼大了 因為許淑華沒有錯啊 許淑華是這個 就是她是學人比較南投縣長 她現在對決的是蔡培惠嘛 對對蔡培惠嘛 那問題是就是說在南投那個地區 然後她的學位真的不像台大那麼閃亮啊 那麼的我們不是說這個會不會是怎麼樣 我們就會覺得譬如說林梅珍也是一個大學 也是中山大學 這些都是算排名比較前面的學校 那你像這種像許淑華這個學校 或是這個亞洲大學這種 這一看就看出來就是很奇怪啊 就是國小畢業一下可以變成那個 碩士 碩士 而且是高級的醫學工程級的這個碩士 那這個可能在這個連接度上面 大家這個質疑會比較大 但是你規模一片 如果是變成一片的時候 那你會不會影響到你國民黨的選情 現在就變成這樣 那如果民黨繼續再抓幾個 像那個議長 議長應該也蠻多的 我猜測啦 我猜測 我猜測台灣政壇會血流成河 現在就討論蔡壁魯的不分區立委資格啦 因為如果他被撤銷 那他不分區立委的資格還存不存在 就變成下一個攻防的這一個焦點了嗎 所以我猜如果大規模的這樣子檢測喔 應該說檢驗啦 那一定是血流成河的啊 對 那因為林志堅是一個單獨的 就比較大咖 他選的是桃園市六都的這個市長 所以他一個論文就會引起很多的這個 這個攻擊 但是如果你數量大到一片的時候 你也會變成很慘啊 所以你現在你國民黨你就要去開始 看看你自己參選的候選人裡面 學歷是不是有人亂寫啊 或是什麼弄成一大堆的 那如果你被民進黨也撿到十個以上 或是五個以上 那你國民黨就變成這個論文問題 就變成你的問題了 會不會轉移是變成民進黨攻擊 國民黨的一個焦點 如果我隨便找出五篇以上 我集體攻擊你這個黨 為什麼那麼多人作假論文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戰場啦 那你現在問題是你民進黨也在反攻陳明通嘛 可是陳明通的問題在於就是說 他是學校的教評會才在處理的 那他當然去他是國安局局長 那到了下會期開會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攻擊他 在立法院有一個攻防 可是問題是真的要解除 或是說明陳明通指導教授的論文有問題的時候 也是要學校的教評會 所以這個論文我覺得目前如果民進黨夠努力 我覺得目前民進黨就努力在做這件事情 不斷來冒出一個新的論文的這個抄襲的 就兩個戰場的 國民黨在打陳明通的這個四任跟四格 對 然後呢民進黨的支持者在打這種包山包海的論文奇蹟 或者小學跳級升級碩士的這個升學奇蹟 而且是醫學工程碩士 我知道大家都會覺得 這個是什麼樣的台灣奇蹟啊 那你數量一大 數大就是美嘛 那你數一大 數量一大的話 那你論文門就變成你國民黨要處理的事情 那我們今年的選舉 就看大家論文哪論文去啦 看要論文怎麼寫 對啊就看論文怎麼寫 好 我請教一下文傑議員 你怎麼觀察選戰的攻防 嗯 其實林志堅他上上個禮拜退選的是他很突然性的 其實也沒有什麼人說什麼民進黨要換掉他 其實沒有 是他自己覺得說他如果這樣選下去 因為黨內外其實 我覺得他真正比較care的是黨內 黨內外都有壓力 我覺得他真正比較care的是黨內 有一些人的爭議這樣子 然後攻擊他這樣子 那他覺得說他就 我我我我 我如果我是他我會覺得說如果我輸了 我個人輸了還好 可是到時候如果說 如果陳時中沒上是我林志堅害的 那我要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他心理壓力是很大的 所以他是突然之間 他說他這個 決定放棄決定退選 那這個事情這樣過了就過了 但是賬還沒算完 那藍營的話就是還是要在 除了算林志堅的賬還要算陳明通的賬 對 那我們的話就是還要算其他人的賬 對 那有些人就有一些 有一些比較好事的 或是比較這個 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 就是開始在算蔡壁如的賬 那所以現在就真正 所以我猜測判斷會倒一片啊 就是說不同政黨可能都有不同的政治人物 經不起這一個新標準的檢驗啊 就等於說如果他們的論文通通拿來認真檢驗的話 我猜測抄襲這一個相關的案例比例會非常多 今天檢驗林志堅呢 可能涉及代寫而不是抄襲 那代寫的比例我猜也很多 剛剛講的議長你打死我都不相信 那自己寫論文 如果剛好跟他的助理的題目一樣內容一樣 我懷疑是助理幫老闆代寫 乾脆拿自己的給老闆用 而且助理當時可能心存侥幸想說 我又不會去告我老闆對不對 也不會有人知道 那但是你如果你要講林志堅代寫 我們一樣可以說許書花是代寫的 老實講我也不相信許書花是自己寫的 有可能 我也不相信蔡碧如是自己寫的嘛 他顯然連自己寫的論文是什麼 他也不知道 因為他居然去抄到顯書斐的臉書 那真的就很可笑了對不對 相愛相殺相恨相殺 所以反正現在就是互相報復毀滅了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如果說接下來認證人物 有碰到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你就把這個學歷 就把少一個學歷不會怎麼樣 對 你其實你填國中 你高中 你還是可以選得上 對 你就填個大學 你也是選得上 我相信林志堅他這一次 如果他沒有這個 台大碩士拿掉 他只是說我是大學畢業 我認為他到選到最後 他還是會贏 只是說你沒有這個碩士學歷而已 那我覺得真的教育部 是應該出來把這個事情 好好理清一下 老實講 這些這種 我是很不好意思講這個事情 但是我真的覺得 碩士專班 請學歷 他發的學歷 發的文憑必須要不同於一般生 你像國外有很多 有一些是他發的Degree 文憑 有些是發Diploma 他只是一個 看起來好像是憑證 這樣子 那我舉例 我們念政研所 我們當年是要考什麼 念政研所 你要考英文 一定要考英文 英文要肯高分 然後你要考政治學 方法論 中政司 西政司 然後比較政府與政治 現在的我們的 台大政治系的 這個 在此專班 他考什麼 行政實務 政策議題分析 沒了 剩下就是口試 那你 你講的還有比試的 很多專班連比試都不用 沒有錯嘛 你現在就是說 你就讓很多過去我們這些 一般生 他為什麼會憤憤不平 為什麼會這一次會鬧得這麼多 很多事 很多現在其實在網路上面 在罵的其實就是很多是一般生 他覺得說 為什麼我要考這麼多事 我才能夠擠進這個研究所的窄門 那我不如說 我都不考了 我去工作一段時間 我回來我糖糖症那個 就是糖症黃之流的進入 進入研究所就可以拿碩士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教育部要管 但是其實這個追本溯源 也不是因為政治人物了 當初這種制度出來 就是因為為了公務人員 因為公務人員 他拿碩士拿博士 他是看學歷 然後給你做考評的加分嘛 對 而且他的薪資待遇也會不一樣 沒有錯 所以現在是其實真正很多去洗學歷的 大部分都是什么 公务人员调查局的警察的 国安局的军人的一堆 所以这种制度 我觉得是让整个台湾教育沉沦 我觉得教育部真的要拿出一个制度 好好管一管 好那陈老师怎么看现在的论文大战 我们当然是乐观其成 那我觉得如果今年选举 最后变成大家很认真去读论文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而且我也蛮鼓励说 那个个别选区的候选人 去读他 去找他的竞争对手认为 好好来研究一下 那很多人的都还不公开啊 去国土查嘛 比较难查但是还是可以查得到嘛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接下来 就是说我们这个联署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因为现在看起来 不只是民进党嘛 国民党还有连民众党都有啊 太好了 对不对 我们就 我们会去 就没有政党倾向一律清查 本来就是我们做公民运动盘 就不应该有政党倾向嘛 所以我们会要求各立法院的党团 去支持我们这样子的联署的修改法律 因为上次讲的非常荒谬 这个论文公布公开这件事情 竟然只是教育部的一个行政命令而已啊 而且是原则上不公开 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会要 他们去各个党的党团 如果他们不敢来赞同我们这个意见 代表说他心里有鬼嘛 是吧 那如果他们赞同我们意见 我们就会去监督他们 真的在立法院开议的时候 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正式的一个法案 然后要求就是上 我们上次的诉求 就是你凡是民意代表要去参选的时候 或者是政务官要去任职之前 你就要把你的论文公开在 台湾的那个硕博士知识网上面 那让大家来公开检验嘛 那其实我比较 我看这次的事情 让我看到最后是蛮难过的啦 虽然说有时候还觉得蛮好笑的 但是看到最后是蛮难过的 就是说刚才我们在谈 那个抗中保台 那其实对外的就是左法跟外交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认同嘛 那但是对内呢 对内必须要台湾有维持良善的价值 这样才能够凝聚我们的民心嘛 才能够对外去对抗 那一个社会的良善价值 其实我们都会期待是学者 去撑起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但是我们在这一次林志坚 跟那个陈明通的这个论文案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是非常非常荒谬的事情 从前政大的校长 那个从前台大的数学系的退休的教授 然后师大台文所的教授 退休教授 然后还有我们的陈建仁 那是从前的中研院副院长 林长寿也是中研院副院 陈建仁在上个礼拜第一时间 这个林志坚被台大判定撤销学问 他当天晚上是挺了林志坚 但是他讲得结结巴巴 讲得很奇怪的话 我个人认为陈建仁在此一意识上也受伤了 最好是 林长寿他是中研院的院士 还有李茂森 天哪还有李茂森 李茂森台大法律系的教授 这些人在这段期间都讲得非常非常奇怪的话 我就不一一细数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这些学者真的很厉害 就是说他明明知道这是一件不对的事情 然后他就给你绕逻辑 然后讲得好像是他对的一样 我觉得这是很可耻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今天所谓的台湾价值 如果是要靠这样的台派学者去撑起来的话 那简直就是一个国安危机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是因为从前民进党 他还是党外的时候 他讲的那些民主的价值 在他执政了之后 他不去落实 他背道而耻 所以他就双标了 凡是去质疑他这个党的作为的 全部都被打成中共同路人 好我们稍后回来 哈喽我是陈寗官 拜托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 赶快按订阅